记者林静伦宜兰报道 宜兰县绿色博览会 县府原先讨论明年要搬回苏澳吴老坑 但宜兰县代理县长陈金德 金鱼县武会议才是 因交通便利 确定绿博序留生泰绿洲 至于吴老坑 未来则要力推水域活动 他则成功误助于工商旅游处 于6月30日完成水域环境整理 赶在于7月1日重新对外开放 吴老坑清澈的溪流 吴老坑风景区是由宜兰县府经营 曾作为宜兰绿色博览会活动场地 也是国内知名露营区 风景区面积400公顷 开发原区面积达59.6公顷 河道航水区约8公顷 绿博不办后 地方忧心冲击观光产业 县府因此力推外展教育 希望能让园区活化 但此案因涉及跨出事业务 迟迟无法顺利推动 绿博办理结束之后 还传出因生态绿洲展区太灵散 活动难有突破等问题 县府有意让绿博回归吴老坑 不过 陈金德金鱼县务会议做出才是 初决定让绿色博览会继续在生态绿洲办理 也要求公务处与工商旅游处于6月30日前 整理园区水环境 赶在7月1日前 重新开放吴老坑封闭约11年的溪流 让民众可以从事水域油气活动 陈金德指出 吴老坑30年前就规划 因为洗水清澈 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以洗水 让学生露营为主 最近这些8年 吴老坑因为办理绿博 留下很多设施 却没有好好围管 荒废在当地 最重要的细水区 又长期封闭 他看了很伤心 他才会决定要好好整治 陈金德表示 6月底除了整理水域 他也要求同仁把园区内不必要的设施清走 恢复吴老坑 原来露营 细水及体验生态的功能 他也希望县内的国中小学生 让学校安排 每年有一个固定时间 免费到吴老坑去露营 让园区活化 带动当地观光发展 谈到绿博 陈金德指出 今年的绿博负贫平不多 由于今年推动搭火车 可免费绿员的措施 吸引了4万多人 考量生态绿洲交通方便及当地的观光发展 绿博明年继续在生态绿洲办理 但活动内容必须检讨 把卖店跟展区彻底分开 并让展区定位更清楚 且更集中在园区内 帮助你脱无词 不停 开 帮助